大家好,我是MAS, 其实第102期 咱们介绍的是1989年版本的斯库珀 Scoop 好,那么它的名字的话是Scoop 那么斯库珀的话是一个音译的直译 那么其实Scoop的话有两个意思 第一次的话就是这个勺 没错,这个宽宾林那个勺 好,第二次的话就是一个独家新闻 好,那个角色的话呢 它是一个E4,它是下士 那么它的话也是一个specialist 就是一个特殊军事 我们上次的话讲导宝线的话 它是一个拆弹专家 哦,这个Scoop的话它是一个战地记者 这个Combat Information Specialist 好,这个Scoop的话呢 其实是来自一个真实的人物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头盔的下面 好,那么Scoop的话呢 其实是来自一个真实的人物 就是个Michael Leonard Michael Leonard的话呢 是这个NBC的这个王牌的一个前线记者啊 那么也是一个主持人 那么它的话呢是一档节目 叫做The Today Show 就是今日这个报道啊 那这个节目的话呢 主要介绍老百姓的这个身边发生的事啊 他和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 这么一个前线的记者和主持 那么他的话呢 一共是主持了32年 那么也得到这个艾美奖的这个奖项啊 好,那么这个人物的话呢 是一个真实的人物 那么是一个G.I.州呢 把他吸取过来 那么变成一个我们G.I.州的一个前线记者啊 好,再把头盔给他戴上 好,那这个角色的话呢 其实是有很多的配件呢 包括这个小枪啊 摄像机啊 背包啊 头盔啊 等等等等 好,待会儿我们会分别介绍 那么这个角色的话 他第一次漫画出带的话呢 是在第92回的时候 那么他的话呢 是参与营救被困的这个G.I.州 和这个十月卫队的成员 那么他的话呢 也是通过这个背包呢 来这个调取这个Thunder Club的火力支援 好,那么另外的话呢 他是在这个外翻漫画 就是一个特殊任务的第23回的时候 也有登场啊 那么那一回合的话呢 这个整个题目的话呢 就是叫做Scoop 就是他的名字 那么里面的话呢 也是有这个非常曲折的故事发生 好,那么在动画片的话呢 他是在这个火龙行动里面 从第一级到第五级里面都有出场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是这个作为一个普通的记者 来拍摄这个G.I.州的这个行动 那么其实的话呢 他这个暗自的话呢 是这个严特部队一个卧底啊 但是的话呢 他因为救了这个Sardust Slaughter 那么加入了一个特种部队 那么随后的话呢 他是不断的了解特种部队 那么发现的话呢 其实呢 跟他之前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之前呢 认为这个G.I.州呢 是这个破坏了他的家园 那么其实的话呢 是严特部队呢 最后的话也是他真正的加入这个G.I.州部队 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好 那么这个人物的话呢 其实是有很多的配件 我们待会来分别来细说啊 我们先来看这个人物 在这种卡里面的信息 好的 我们来看这个人物卡部分 那么上面写这个CodeName 就是代号Scoop 就是独家新闻 或塞成Scoop都是可以的 好 这个地方他是Combat Information Specialist 他是这个战地信息的一个专家 好 这个地方 全名的话是什么呢 真名是这个Michael Lanner 就是这个NBC的记者的名字 好 首先就是这个记者 那么第二就是我之后 这个Microwave Transmission Specialist 就是这个微波的 传输的这个专家 好 那么说起的话呢 Chicago Illinois 是伊德国州的这个芝加哥 那么那个记者的话 也是来自于芝加这个地方 好 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看一下 那么如果让一个人 从掩体里面出来 在这个交战上双方进行拍摄的话 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啊 我们这个Lanner的话呢 其实在这个记者里面的话 是有很高的这个学位 那么他有这个电子 这个工程的硕士的学位 但是Scoop的话呢 他呢虽然在这个影视界 或这个记者界的话 是很有前途 但是的话呢 他依然决定参加这个GI州 因为他认为GI州的话呢 是真正新闻的出处 是有料的地方 好 在这个地方 那么GI州的话 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太喜欢Scoop 因为他们这边的话呢 Scoop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怎么样 是拖他们后腿的人 因为他的话呢 是拿这个60万的拍摄东西啊 但是的话 直到有一次 他们发现的Scoop 在一次交战当中 他是一手拍摄 那么一手的话呢 是救了一个成员啊 把这个成员送到这个撤离地点 那么大家觉得的话呢 他即使是可以拍摄 又是一把好手啊 作战的好手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Scoop本身 好 那么Scoop的话 其实配件有很多啊 一把小手枪 那么摄像机 一根管子接到腿上 一个背包 一个头盔 分别来看 我们先来看这把手枪部分 好 并不是源于真实世界的手枪啊 它更像是一把 来自于星干里面的这个手枪啊 让我想起了这个 Han Solo的那把激光枪 好 那这把枪的话呢 上面是有很多细节的刻画 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然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高科技的摄像机啊 这个摄像机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有根管子 跟这个腿部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连接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更像是一个供电的 这么一个装置 以防这个地方的话 是没有电啊 我们来看 你先把它拔下来 好 那么上面的话呢 是有很多细节的刻画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镜头 下面的话是麦克风 好 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眼睛进行观测拍摄的 这么一个设置 这个地方的仿佛是有些数值 正在读取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揪 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小揪的话呢 是可以进行一个跟背包的结合 在背包的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小洞 可以把它安插到里面去 就像是这样 然后当我们不拍摄的时候呢 这样的话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收纳方式 也是一个非常精心的设计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背包部分 这个背包的话呢 其实是有点像是一个卫星的这么一个通讯装置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也有很多小细节 仿佛的话正在进行这个传输当中啊 好 我们知道在这个战地的时候 其实通讯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跟后方失去的联系的话呢 是没有任何火力的支援 和这个空中的这个支援的 好 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依靠手机啊 在这个战地的时候 因为你总不能去阿富汗的时候 对吧 我们说阿富汗这个移动欢迎你 对不对 那么万一你的信号被这个敌方截取了 那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卫星的话呢 是个单独的频道 那么也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 可以进行一个跟总部这个沟通 是非常有必要的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后边的小揪 另外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小揪 这个小揪的话呢 其实也是可以跟这个腿部小管子 进行一个连接 就像这样 好了 然后的话呢 把它放在这个后背 那么也是另外一种连接的方式啊 我来看一下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头盔部分 那么头盔的话呢 是在这里 好 这个头盔的话呢 它是一个软胶的设计 那么上面的话 有一个小麦克风 可以进行一个上下的移动 也可以把它拿下来啊 我们知道这个街州这个世界的话 其实是有很多的麦克风 那么是非常的昂贵 这个麦克风的话呢 非常容易去丢失 但其实的话呢 也没有那么贵啊 好的 我们把它可以带到头上来 看一下效果 好的 我们把这个头盔带到上面去 非常的酷啊 那么这是一个绿色的头盔 这个地方的话 是一个通信装置 那么可以把它放在嘴前 也可以把它拿在下面来啊 这个地方是一个红外线的一个眼镜 我们来看一下 头盔的话 进行一个头盔的保护 是非常有必要的 好 我们摘下来看一下面庞 这个面庞的话 就是一个NBC的这个王牌前线主持了 就是这个Michael Leonard的刻画 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面容啊 也是非常的和善 好 那么身上的话呢 是一个蓝色的夹克 那么上面是有很多的记者必备的这个东西啊 比如说这个单反摄像机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尼康的相机啊 还有这个地方是一个望眼镜 那么上面的话 这个地方是一些胶卷啊 那么是这个单反 玩单反的话 必备的东西 好 那么他这个身上的话呢 是一个黄色的装扮 那么在手的这边的话 有一个小兜 可以放一些作单物品 在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通信装置 与这个后方进行一个联系 那么腰带的话呢 是一个黑色的刻画 那么黄色的小裤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一个电力装置 一个小球 跟这个摄像机进行一个联系 好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枪袋 这个枪袋的话呢 其实如果这个枪的话 前面没有这个消音器的话 是可以把它放到里面去的啊 那么另外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左腿的下方 有一个非常隐蔽的一把小手枪啊 那么即便那个被搅枪之后的话 这个地方呢 也把小手枪作为一个 最后的一个攻击手段 好 那这个角色的话 名文呢 是在PV后面 那么是个地方写的是 Made in China 好 那么在这个大腿内色的话呢 写的是这个1989年AZBRO 好的 我们把这个小手这个装备 给它放在身上 那么首先的话 就是这个头盔了 好的 戴在头上 好的 然后的话呢 就是这把手枪啊 好的 那么还有的话呢 这个摄像机拿在手中 好的 然后的话呢 是一根管子 跟摄像机 跟腿部的一个连接 好的 那么今天四边 这个角色的话 它是SCOB 斯库珀 或者叫做独家新闻 那么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么在这个 《火龙行动》里面的话呢 也是从第一阶子 第五集的话 主要就讲了它的故事啊 那么这个角色的话呢 深的配件也是非常的多 值得去把它拿来收藏 因为的话 它是这个王牌主持人 Michael Leonard 好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发现 我们进行一个玩具的交流 那么可以在评论区的话呢 我们去讨论 GIA周的这些故事啊 因为我们知道 小人固然好玩 但是故事的话 才是我们真正 津津乐道的东西 好 我们的目标的话呢 一共是870 550个小人 和250个载具 那么大家对我的支持的话 是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那么再跟大家说 我们现在 see you next time